订阅观传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就是避免交叉感染 然后就避免到达交通站 搭乘运输工具 避免聚会 甚至你要去买菜 做饭这些 有人就是现在不想去外面吃 怕吃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店里有什么样的人 就在家里自己做饭 这也很好 但是你买菜的时候 自己防疫就要做好 那时候你已经变成 跟群众接触的 危险性比较高的族群了 是不是 所以你就是防疫要做好 一定要戴口罩 或者就是这些防疫工作做好 保得自己健康 也不要传染给别人 那这个所谓的疫情 这个疫就是这个瘟疫病 瘟疫自古就有 到现在都还没有间断 那这个瘟疫呢 尤其是古代 医学 还有这个卫生观念 没有现在 这么先进 发达 现在还有很多的 通讯方式 网路 媒体 在宣布 在宣布这些疫情 还有这个保健的方式 防疫的方式 那这个政府机关也会 协助管理 那古代就是 听到瘟疫就色变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根本搞不清楚 怎么回事啊 就看一家人一家人都死了 有的时候就是尸横遍野 那这个尸体堆积如山 要烧 有的人就 也都没体力去烧 就放着来烂 又有另一波的这种传染病 又出现 所以 我们虽然 就是生在现代 但是瘟疫对我们来讲的威胁 还是很强 很可怕的 每天从电视 还有这个网路上 听到的这些新闻 又有多少人确诊 又有多少人死亡 又有多少人 现在又被强迫 要隔离 或者自我隔离 等等 心里都很担心 所以 就是大家心灵空虚 或者是无助的时候 恐惧的时候 就是我们学佛的人 就是平常所修学的这个无常观 这个时候就是充分 去体正的时候 心里啊 对外的境界 有很多的这种无常 恐惧 忧恼的事情 那心里还是要有自己的清净心 那自己学佛了 一定要如法 能够活用 日常生活中 你看现在 这佛教界 就开始了 就说 哎呀 这个肺炎 这个疫情啊 到现在世界各国都没办法呢 还找不到 这有效 治疗的方式 有很多的这传染 有人说 这14天 自我检查 隔离 14天呢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事情 就可以 就可以取消这种自我管理的方式 结果发现还有潜伏 24天都没有病症的 这24天中间 他已经去跟多少人接触 也许是深入社区家庭 所以就有很多人 被传染的这个疫情 又传回来 这很恐怖 从以前的 近几年 就是大家这个就是 印象很深的 SARS的这个 传染病 后来有MIRTH 还有这个 禽流感 还有这个 以前还有这个 狂牛症 还有这个什么 猪流感 猪流感 还有这个 伊波拉病毒 那现在 就是 也有这个 说从武汉地区 传出来的 所谓的病毒 肺炎 这样子的 这个疫情 大大小小 这是层出不穷 那致死率高的 我们现在据这个 官方统计 又不是这个肺炎 致死率高的是流感 现在反而是流行感冒 这个病毒 很多人因此而死亡 很多人是因为身体平时免疫力低 这个自我健康保健没做好 没有保养好身体很差 生活习惯差 它并发其他症状 导致死亡的 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相当的可惜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